大家我是修水绝技科 首先非常感谢广汽标记机修OPPO A5黄某的 这是解锁的 这手机不忘记屏幕锁密码了 然后恢复出场设置的时候也要密码 我们试一下 首先把电话关机 关机会重启 刚刚是重启 现在是关机 我们同时按照音量下键或开支键 它会进入这个模式 然后我们点击个清楚复记 你们可以看到它还是要有所密码的东西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锁密码已经不记得了 就知道了 这时候我们用别重视 接线成就去解锁 这时候我们也开始拆机 这个主板我们已经拆下来了 然后所有的配件都摆好了 然后它这个A5它很高费 这个是低配的 这里可以参加低配的 因为它有低配的分线方法 这个主板我们已经弄好了 然后准备用这个面图器 面图器然后配线 配上四根线 连低线四根线 然后配好最后准备结束 这一波的线我们已经配好了 我们按照这个上面的 按照图器来配线 然后配好以后 那我们准备解锁 如果手工不好 或者是按自己 要不要去解锁 因为那个解锁 这个要通计 而且手工要好 要安慰容易把手机主板解锁 解锁了不开气 解死要吧 那我们直接按照我们看一下 对 而且地线一定要出 然后我们只是飞了三根 自备显能地线 但是还要一个供电的线 供电的线我们直接用这个 通电轨插 直接插上你 通电器直接供电 这一步一定要小心翼翼的操作 不要让你解锁或使用图线 大体 要不要隔起来 隔起来不要用大体 大体的话 用大体半消掉了 然后我们准备插电 然后插 这个数据线 然后准备插电 然后准备插电 用微插供电 现在插好了 现在插好了 我们接下来准备插数据线 我们对 来到这里可以看到 已经缩买到这个 这边边肯定是64G的 然后我们点这里 点这个保向彩解锁 保向彩解锁 我们点一下 好 就在恭喜解锁成功 保留向彩解锁成功 0.7秒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把它拆了 要小心把电断了 先把电断了 然后再把这个电轻器 数据线回来 转电 每一步都要小心 不能转路 转路就可能把电车开机 这个经常线 把电车解锁解锁解锁 这个就是解锁 然后我们把这线来的线 开车吧 喜欢一步买出的 可以不一样 可能这个量也没有 可以不一样 然后你的网络 我们接下来准备 给我们准备开机 把这个我们上下所有的螺丝 把这个处处再处复 准备开机 手机完美开机 手机正在轻处 手机正在轻处 手机正在再次开机 这次开机可能会慢一点 否则它已经 接锁 接锁 相当于挥出主轻处 此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 到了这个机火界里 手机正在轻处 手机正在轻处 继续 再次开机 继续 这个透过 人帐号手一起解 透过 继续 继续 同意 继续 开启 持用 知道 OK 解锁完美成功 这个 解锁完了 然后 结果都在这里 解锁在前过前前 A5 A7 A9 还有A11 这些都要费心急啊 A系列 这个我们感谢观看啊 忘记关注666 感谢注意